在在的都想 表現出勞務的專屬性 高度屬人性 再來我們讀一下 第七點 民法的487條 僱用人受領勞務持煙者 簡單講 員工9點上班 老闆11點才開門 當然一般員工自己會有鑰匙開門 可是我一般這個東西老闆會希望他在的時候才營業 可能裡面有一些機密嘛 老闆希望他自己來開門的話 這叫做老闆自己受領勞務持煙 所以老闆11點才開門 員工9點就到的話 那個兩個小時 員工是不用再補福勞役喔 可以吧 老闆自己持煙嘛 對不對 但是可以仁德請求報酬喔 但受雇人因為不用福勞役省下來的費用 或者轉向他處福勞役所得 或者故於待遇取得的利益 雇用人可以從報酬而內扣除之 所以剛剛所講的 你看這邊喔 可以嗎 所以老闆如果今天講好員工9點要上班 講嚴重一點好 老闆整天都沒有來開門 員工的時間就是金錢啦 所以員工今天沒辦法上班 如果因此有省下什麼錢的話 如果他的工作是需要自己打手機 聯絡客戶的話 不用打了 省下的錢 老闆可以從要給他公司裡面扣除掉 或者你這個時間我沒有來開門 然後你跑去別的地方打工扣掉 就這樣 因為你把時間賣給老闆 就算我沒有來開門 你還是已經賣給我了 你就等 好 這樣很清楚了 那這東西都是我們受領遲言載總條文的 載客的具體應用而已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換這邊 我們來換承攬期約 我們就來換這個地方 我們會堅持我幫你合照 我們會不會把電話し 還可以但不少 我們可以問一旅行 我們會不會再開門 那這東西也是讓我看 那種朋友 我們會不會想過 我們是 好,首先呢,承攬跟雇佣最大的區別,自己當老闆,也就是自己有自主權,這自主權三個字呢,課文已經有提到了,那我們從大標題來看,第一個,承攬契約的效力來看,先談承攬人的義務,好不好? 承攬人有什麼義務,好,承攬人他是跟訂做人之間有一個承攬契約,首先呢,好,請看一下,工作完成義務,先談第一個,工作完成義務,我們先看大標題,好,那工作完成義務,再來第二個,你看二支38頁,瑕疵擔保,瑕疵,買賣剛講完對不對,瑕疵擔保,就這兩個義務,瑕疵擔保, 我們在買賣篇的時候,物資瑕疵擔保,不是有擔保說,旅行說嗎?對不對?因為那時候,買賣裡面的賣方,未必有修補東西的專業,所以你要一定要課他旅行說,要有交付無瑕疵物的義務的話,有點苛刻, 所以才會有擔保說的出現,可是承攬不一樣,因為這東西,就是你做的,你就是有專業,才有膽量來跟訂做人說,交給我來處理,所以這時候不需要區分,擔保說,旅行說,而就算要區分,也鐵定是百分之百的旅行說,對不對? 我就是會交,東西做好給你,你驗收完才給錢,絕對是旅行說,所以,第一個,我們談的是工作完成,工作完成義務呢,第一個,工作不但要完成,而且要交給訂做人,所以你看,括號一,工作完成,即交付義務,好,來讀一下490條, 好,稱承攬者,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的工作,他方等到工作完成時,給付報酬,關鍵是這個4很重要喔,4,4工作完成,換句話說,他是不用先給錢的,是你要先付出,好,這個很清楚喔,再來,如果是約定由承攬人, 提供材料的話,提供材料的價額推定為報酬的一部分,所以你會發現一般承攬人,他所出的,是出供還是出料,一般,定做人,有的時候,因為他不會供嘛,他頂多出料嘛, 對不對,對不對,那承攬人出供,所以有時候呢,第一種情形,承攬人出供而已,料是定做人出,可是有時候承攬人他,既出供,也出料,既出供,也出料, 好,所以從條文的敘述你可以發現,有這些排列組,好不好,工一定是你出,那料就不一定了,什麼情況下料也是給你選擇呢? 蓋房子的話,如果定做人本身他沒有建築的專業的話,很多東西我只要把我的想法,我想營造出來的風格跟你講就好了,那建材你去選,有可能是這樣子,或者很典型的,西裝製作, 阿老闆應該會比你,比較會選料吧? 當承攬人比較有高度專業,可以決定材質的時候,那會包工又包料 OK,好,所以呢,你看這一段第四行,這個條文裡面講的,為他方完成一定的工作,所以呢,承攬人他負責是工作完成義務 那如果承攬的工作呢,是一個有行的結果,大部分都是有行的結果,看得到的,譬如完成一張椅子,或蓋一棟房子,如果是有行的結果的話,那就要把這個有行的結果交給奉上去,雙手奉上,奉給定做人 好,那下一段,至於承攬人完成工作後的交付義務,OK,好,所以這邊,這邊,這邊,這邊 第一個 第一個 工作完成 第二個 交付工作結果 好,如果是 有行的結果的話 那如果定做人的話呢 就是 幾付報酬 一定要先工作完成 才有可能 幾付報酬 但是這邊請你注意 但是這邊請你注意 我只有說 承攬一定要先工作完成 才能要報酬 可是我沒有說 一定要把工作結果交付之後 才能拿報酬 我沒有這樣講 好,所以這件事情 我沒有寫個先喔 只有這邊才有寫喔 所以這件事情跟 這件事情 之間 有沒有 有沒有 同時旅行抗變的適用 就是我們這邊要討論的真點 好,那我們先講結論好了 好,那我們先講結論好了 2 3 3 7